这个任务的话呢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Swaps 那么它也是我们的这个一级当中 唯一讲这个Swap 调期或互换的这个章节 因此的话呢 那么大家要特别小心 这个任务当中的这些知识点 但因为是唯一的这样一个 与调期有关的这样一个章节 所以的话咱们这个章节的知识点 还是比较多的 先来看一下我们要介绍的 就是The Characteristics 我们的互换或调期 这样一种野生产品 它的一些基本的特征 以及它的这样一个机制 那么这个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呢 我们介绍一些常见的 那么同时也会涉及到计算的 这样一个Swap互换 一个的话呢 Currency Swap 外汇互换 那么就是我们不同的 这个外汇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换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Valuing a Planned Valenar Interest Rate Swap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任务当中 最重要的知识点 那么所谓的这个Plan Valenar 就是简单的利率互换 那么其实就是一个固定和浮动 汇率 利率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换 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一章的话呢 也会讲一下 介绍一下其他的互换 那么当然其他的互换的话呢 比如说像股票的互换呢 大中商品的互换呢 那么就掌握它的概念 这个不会有事件的这个计算 那么真正计算会出现在 这两种互换 Valena or Currency Swap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什么叫互换 简单的这些定义 If A norms money to B for a fixed rate of interest and B norms the same amount to A for floating rate of interest It's an interest rate swap 那么这个地方是对我们最常见的 这个利率互换的在一个定义 或什么情况下 那么你可以把它称为 叫一个利率互换 那么为什么我们以利率互换 来作为代表解释互换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互换 或掉漆的衍生产品当中 利率互换是最常见的 那么它也占了绝大多数了 我们这个利率互换 那么如果说A把钱借给B 利率的话是固定的利率 然后B的话同时又把相同的钱借给A 但是B借给A的这个钱的利率 是floating rate 是浮动利率 这个时候的话 因为A把这个钱借给B 那么是固定利率 所以的话A会从B那个地方 收到固定利率 那么同时的话 那么因为B把相同的钱借给A 那么这个借款的话 利率又是浮动的 所以从A这个角度来看 它在收到固定利率的同时 它支付的是浮动利率 那么当然我B的话是倒过来的 B的话它收到的是浮动利率 那么它支付的是固定利率 因此A和B这两方 那么它们进行这样一个固定 和浮动利率的交换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 interest rate 这个利率的这样一个互换 如果说 那么因为在这个互换当中 当涉及到利率或收益率的时候 一边是固定的 然后一边是浮动的 那么如果说我浮动的这样一个利率 取决于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某一个股票的回报率 或者说某一个股票投资主乎的回报率 或者说我们某一个指数 这个股指的回报率 那么这个的话呢 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我们的股票的互换 Active Swaps 那么叫Active Swaps 是因为我们这个互换当中 浮动利率是基于股票的 这个什么呀 这个变化的这个投资回报率 那么If the norms are into different currencies It's all currency swap 那如果说咱们在这个交换当中 这个本金是不同的货币 比如说美元和日元 美元和英镑等等 涉及到两个不同的这样的货币 那么这样一种互换呢 就叫Currency Swap 外汇的互换 在前面这个利率互换当中 那么这个涉及到这个本金 那么它是一个相同的货币 那么这个本金的话呢 因为我们在相同货币的这样一个互换当中 利率互换当中 往往这个并没有涉及到真正的交换这个本金 所以我们把这个本金称为名义上的本金 Normal Principle 那么我们需要这个本金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呢 只是用它来计算 我们每个阶段需要产生多少这样一个利息的支出 和利息的收入而已 仅此而已 而对于这个Currency Swap 货币的互换呢 因为它涉及了两个不同的货币 所以的话呢 这个本金是会出现实际的交换的 那么它会在两个时间交换 一个的话呢 在我们签署这个互换协议的今天 A和B双方就要进行这个不同外汇的这样一个交换 比如说A把美元给B B把人民币给A 那么在互换到期的时候 那么同样两个再把这个什么呀 最初交换的这个货币呢 再进行再一次这个交换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Currency Swap 我们在后面给大家讲相应的这个互换的时候呢 还会进一步给大家讲这些不同互换的这样一个区别 那么当然我们前面给大家提到过 这个章节最主要的 或者说从计算的层面来看 那么我们的利率互换和外汇互换都是会涉及到的 而第二种类型的这样一个股票互换呢 不会涉及到计算 就算会涉及到互换的话 涉及到计算 其实也不难 你只需要记住 这个浮动利率那边 这个floating rate 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股票 或这个股票指数的这个什么 它在某一个时间段的实际的回报率 而随着时间的不同 咱们这个股票的这个投资回报率会发生改变 这个是我们这三种类型常见的Swap的定义和介绍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wap Characteristics 互换的这样一个特征 那么其实互换的话呢 它在很多方面特别像我们前面介绍的Fort远期 那么我们这地方特别列出了一些特征 那么比较你会发现它的确和Fort很类似 第一个的话呢Custom Instruments 那么就是说它是一种个性化的定制的这种工具 满足我们协议双方的需求 这地方和Fort很类似 那么我们的Future是在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标准化的衍生产品 那么和我们的互换和远期在这个方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Large Traders in any organized secondary market 那么它并没有在交易所 某一个交易所交易 它都是在场外 OTC或者说我们任何两个机构 或两个投资者他们自己私下 那么并没有经过什么第三方 那么签署的这样衍生工具 那么这个地方它也和Fort很类似 因为我们的Fort的话呢 也是这样一种 不存在着一个这个交易所的这样一种衍生产品 第三个的话呢 Large Unrecognited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Swap也好 还是Fort也好 他们都没有受到政府这个严格的监管 这个和Future是有区别的 第四个Default Risk is a Concern 违约风险 是我们的互换交易 以及远期交易当中 那么一个主要的风险 因为没有交易所作为担保Guarantee 因此的话呢 交易双方都可能会面临对方的 这样一个违约风险 因为另外一方的话呢 可能会这个不履行自己的 这样一个契约指责 这是我们需要这个注意的 但如果说我们在做互换 或远期的交易当中 我们的实际的交易双方 是通过某一个机构 比如说某一个银行 作为中间人 来帮助他们完成这个交易的话呢 有这样一个中间商 或者这样一个机动媒介 作为这个Guarantee 那么可能会适当地降低 我们这个违约风险 但是呢 它仍然不像我们的期货交易所 那么比较好的 规避这样一个Default Risk 好 第五个 Most participants are large institutions 那么在我们的互换市场 和远期市场类似 它的主要的参与者是大的机构 这机构的话呢 既可能是我们的金融机构啊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银行 那么可能会通过 汇率的互换呢 那么来规避它的利率的风险啊 这个外汇的风险 或者利率的互换 来这个转移它面临这样利率风险等等 主要的参与者是这些 那么个人的投资者 很少啊 那么来参与我们这个远期和互换的市场的交易 好 接下来Private Agreement 那么私下的占预协议 那么和我们前面 这个Cast Instruments 是相互关联的一个特点 最后Dev Cost to Alter or Terminate 那么它和远期不一样 和期货不一样 期货的话呢 我们讲在期货交易所 你在期货到期之前 你可以通过逆向交易 Offset Transactions 那么比如说你之前是买期货的 你可以在到期之前 通过卖期货来对冲 对吧 或者说来平仓 那么这样的话呢 而且你在平仓的时候呢 你可以不需要和最初的交易者做交易 比如说你三个月买了这个期货 六个月到期 那么也就是在今天的话呢 你三个月之前买的这样一个六个月的期货的话呢 还剩三个月干嘛到期 那么今天你假如想平仓 你可以干嘛呀 你可以卖一个期货 那么它剩下的期限是三个月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平仓了 而你卖期货的话呢 买期货这个人 他不一定就是说 正好是三个月之前和你做交易那个投资者 我们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交易的话呢 是因为我们买卖的话呢 都是和我们的期货交易所做这个交易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期货市场的一个特点 而我们的远期和swap 不好意思 那么如果说你在到期之前 协议到期之前 你想终止的话呢 必须要取得你的交易对手的同意 否则的话呢 你不能够随便取消这个契约 你如果说取消的话呢 在没有获得对方 counterparty的同意情况下 你就违约了 所以的话呢 从这方面它缺乏这样一个灵活性 这些都是我们的swap的一个特点 需要同意们有所掌握 在记忆的时候呢 可以联系我们的forward 一起来记忆 那么同时呢 再对照我们的features 这样的话呢 大家可以同时把三个衍生产品的特点 那么同时做这样一个记忆 同时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 那么一种类型的题目的话呢 也是经常让你来这个比较 这些不同的 还有相关联的这些衍生产品的特点 这需要大家关注一下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有guide swap 互换调期的一些terminology 一些术语啊 一个的话呢 叫lational principle 名义本金 这一般涉及到的是 我们相同货币的这样一个利率互换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啊 当它是一个 尤其是一个planet valent 简单的利率互换的话呢 只是涉及到固定和浮动利率的交换 那么他们的本金都是同一个货币 在这样一种啊 这个互换当中 我们其实A和B交易双方 它并不需要直接交换这个本金 所以的话呢 我们把它称为national 名义上的本金啊 我们只需要它来计算每个阶段 我的这个这个利息的这个收入 和利息的支出是多少而已啊 好 那么这个lational principle 第二个呢 就是floating rate 浮动利率啊 这个浮动利率的话呢 它是体决某一个benchmark 啊 基准利率 这个基准利率的话呢 可能会是我们的liber啊 这个银行 伦敦银行间啊 同业拆监率 但它也可能会是其他的这样一些啊 这个基准利率啊 这个取决我们题目给你的这个信息啊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啊 这个tenner 那么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的期限了啊 time period covered by swap 我们这个互换所覆盖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啊 可能是一年 可能是两年 可能是三年啊 那么这个同样啊 就是也可以称为majority 最后一个setment date 结算日期 为什么这地方是个复数呢 dates啊 是因为我们的互换一般在到期之前 都会涉及到多次交换 比如说我的期限啊 是三年 tenner是三年 那么他可能会半年交换一次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总共有六个结算日期 第一个半年 第二个半年 第三个半年 一直到第六个半年啊 所以是setment dates payment due dates啊 做交这个支付交换的日期 那么这四个术语的话呢 啊 需要大家啊 这个掌握啊 因为我们在考核swap的这个 比如说计算的时候啊 往往直接啊 给予的就是这些术语啊 你要理解它的意思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plain valena interest rate swap 简单利率互换啊 那么fixed rate interest rate payments are exchanged for floating rate payments 在这个简单的利率互换当中 我们一方支付固定利率 另外一方啊 支付浮动利率啊 因此的话呢 他们双方作战利率的互换啊 一方只要支付固定利率 那么他肯定会收到浮动的利率啊 倒过来 一方他支付浮动利率 他肯定会啊 这个这个什么呀 这个支付的是固定利率啊 因此的话呢 这个需要记住啊 好 large amount is not exchanged at the beginning or end of the swap 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利率互换当中 我们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 都没有涉及到这个本金的交换 因为它是同一个货币 要么是美元 要么都是英镑啊 所以不需要做这样一个本金的交换 这个也是我们前面讲的 national principle 名义的本金啊 那么如果说是货 外汇的这样一个互换呢 currency swap 涉及到不同的这样一个货币 你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 是需要涉及到我们本金的真实的交换的啊 我们在讲currency swap的时候 会具体给大家举例子啊 好 那么这个每一个阶段的话呢 对于简单利率互换来看 每一个阶段我们都 会对这个什么 interest payments are not it 就计算一个利率 这样一个支付的净值啊 那么比如说 我是A 我和B做这样一个利率的互换 我假如我是支付固定利率 然后我是收到浮动利率的 那么固定利率的话呢 在这个tenner 我互换在我互换这个合约到这个什么期限之内 那么它都是固定的 所以叫fix rate 而浮动的这个汇率的话呢 它每个阶段都会发生变化 那么同样假设是三年期三年期的swap 我每隔半年啊 这个交换一次这样一个现金 那么因此的话呢 我的这个浮动的利率的话呢 比如说取决的是半年的liber啊 银行间同间差业界率啊 半年 这个我这个半年期的liber的话呢 每个半年可能都会发生变化啊 我假如是支付固定 然后我收到浮动的 那么我就看一下 这个阶段的浮动利率是多少 那么我用我收到的啊 这个现金减去我支付的固定的这样一个利率啊 那么其实就是我的这样一个什么 进的现金有啊 那么如果说我的是正的 也就是说这个阶段 假如floating rate 是大于fix rate的 那么我的这个现金的inflow 会大于我的cash outflow 那么我是正的 那么对于我的交易对手来看 它绝对是负的啊 因为这是一个零和游戏 我赚钱他就亏啊 他赚我就赔啊 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on settlement date 在结算日期啊 或者在每一个结算日期 those interest payments are calculated and only the difference is paid by the party owning the greater amount 就是说我们在每次的时候 并不就是说真的需要啊 我们实际把这样一个现金流干嘛 这个这个这个毛的现金流 做一个交易 比如说根据咱们的这个呃 契约的这个要求 我的本金是100万 然后呢 我的固定利率呢 是6% 所以的话呢 作为固定利率支付方 它每一个结算日期都需要支付 100万乘以6% 那就6万块钱呢 这样一个固定的 fixed 这个什么 fixed cash outflow 那么它收到幅度的 这样一个利率 假如这个阶段 幅度利率呢 是8% 那么所以呢 根据这个阶段的fluit rate 它可以收到100万乘以8% 8万块钱 那么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说 我真的收到8万 然后我支付6万块钱 何必这样麻烦呢 那么我就刷一个镜子呗 啊 我要支付6万 我会收到8万 总的话呢 我净收到2万 那么和我的交易对手 我的交易对手干嘛 只需要把2万块钱给我就行了 啊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简单利率互换的 这样一个结算的方式 啊 这个要注意 那么它对我们之后的定价 是有意义的 啊 好 第二个 第三个 floating rate payments are typically made in errors payment is made at end of period based on beginning of period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很简 很基本的一个概念 但是对于后面 我们的估值 非常重要 我们通过啊 画一个时间图 来具体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利率互换当中 现今有实际发生的时间点 因为这个 如果你不理解的话呢 你就没办法理解 我们后面互换的这样一个估值 假如咱们 画一条时间线 啊 我们今天的话在这 是您对吧 啊 the present 假如我的这个互换的话呢 涉及到的是 四年 四两年 我每隔半年交换一次 所以我的setment date 结算日期总有四个 那么第一个的话呢 在这儿了 0.5就代表着第一个半年 然后呢 一 那么一年之后 然后1.5就是一年半之后 然后这二在这儿 那么我在今天这儿的话呢 我在整个两年的时间段 我的互换的利率 也称为contract rate 那么有一个固定利率啊 就是这个一方式 利率是固定的 另外的话呢 因为它是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的 这样一个交换嘛 在这儿的话 我没有办法干嘛 知道未来的四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的这什么呀 浮动利率是多少 但至少我知道第一个阶段的浮动利率是多少 比如说我在今天这儿 我就知道了啊 从现在开始 未来半年的浮动利率是多少 因为我可以通过观察市场的 这个library 比如说我的benchmark rates 基准利率是library的话呢 我在今天是可以知道 未来半年的这个什么呀 未来半年的这个 啊 library的 我假如用这个来代表 对吧 这个的话呢 就是咱们的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半年的这样一个library 但是呢 我在今天是不知道 未来半年到一年之间的library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 未来一年到一年半之间的library是多少 但我也不知道 未来一年半到两年之间的library是多少 我只有到半年之后 我才可以根据半年之后的市场报价 知道未来半年到一年之间的这个library 我也只有在等到一年之后 我才可以观察到 一年到一年半之间的library 我也只有等到一年半之后 才可以观察到 当时的一年半到两年之间的这个半年library 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library 它所适用的这样的阶段 同时还要注意 在我今天 虽然我就已经知道了 我的固定利率是多少 因为固定利率的话 在整个契约的时间 两年之间是不变的嘛 我也知道了第一个半年的library 那么我的现金流实际发生在什么时候 做交换呢 是发生在这 是发生在这 这个的话呢 才是 setment 这个可能 这个大家 看清楚 这个叫setment date 就是我今天 知道了我们的固定利率 那么同时我在今天也知道了 我第一个半年的library是多少 那么我就可以干嘛 计算我们相应的这个现金流了 但是呢 这个现金流呢 并不是在今天发生的 是发生在半年之后 在这个时间点 那么所以的话呢 我如果说要算今天的价值 你千万不要忘记 我要把这个现金流贴线到今天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样一个互换的 这样一个机制 那么相同的 当从这半年之后 我跑到这来了 那么半年之后 我将会知道 半年到一年之间的 这样一个library了吧 而我现金流同样是发生在 这个时间点的 对吧 好 一年之后的话呢 我又可以观察到 一年到一年半之间的 这个半年library了 而现金流呢 却是发生在一年半的 这个期末的 同样在一年半这个时间点 我又可以观察到 一年半到两年之间的 这个半年library 而现金流呢 却是发生在两年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我画的这个下的这个箭头啊 分别是我们的setment date 也是我们现金流实际发生的 这样一个什么呀 这个日期 那么我们假如 就像我们前面的例子嘛 如果说我的这个契约 这样一个固定的利率是6% 本金是100万 我今天我肯定就知道 对于支付固定利率这方 它每一个结算日期 都是要付6万块钱出去的 那么它能够收到多少 这个钱呢 取决于浮动利率是多少 那么如果说我在今天 我知道未来半年的浮动利率是8% 所以呢它会收到多少 会收到8万 支付6万收到8万净的 Net是2万 这2万呢不是发生在这儿 是发生在这个地方 2万块是放在半年之后 那么至于一年之后 薪金流是多少呢 我们得要干嘛 等到半年之后 才可以观察半年到一年之间的这样一个 实际的level rate 这个是我们在一个机制 好 那么这个的话呢 大家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吧 Fixed Rate Payments At 20 这个20的话呢 一般代表着我们任意的某一个结算日期 在这样一个时间点 我们的固定利率的支付呢 等于我们的Swap FR 这个Swap FR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互换协议的这个什么呀 这个固定利率 减去Liber T-1 那么这个减去Liber 为什么减去Liber T-1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嘛 那么你比如说 这个地方的T是半年 单位是这个年的话呢 假如是半年的话呢 T就等于0.5嘛 那么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固定利率的支付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Swap的固定利率 这个是不变的 再减去上一个阶段 我就知道了Liber 就像我们这个 就像我们这边画的这个图一样了 对吧 假如T是0.5半年 那么我们T就在这 那么而我们这个地方 浮动利率的现金流的话呢 是起局什么 半年之前在这 就已经观察到的半年 这个Liber 因此的话呢 我们的现金流的计算的话呢 这地方是 我们的固定的互换利率减去 我们上一个阶段 就已经知道了Liber 括号再乘以什么 为什么T除以360呢 因为我们这个利率 都是一个什么 年化的利率 因此的话呢 我们要根据这个时间点T 再除以360 就相当于有多少个阶段嘛 比如说我的T的话呢 是 这个90天 那么就三个月了 每隔三个月做一个交换 那么 这个 每隔90天 假如T等于90 那么每隔90天 那么我做在一个 这个 这个现金的交换 那么我的90除以360的话呢 就是四分之一了 那么因为这个R 都是年化的利率嘛 那么因此的话呢 乘以T除以360呢 再乘以NP 这个NP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Notional Principle Notional Principle 其实刚才我在举的那个例子呀 那么是有点错误的啊 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100万的例子啊 本金的话呢 是100万 然后呢 它这个利率啊 是6%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固定利率的6% 普通利率是8% 你拿100万乘以6% 或者说拿100万乘以8% 有个前提 这个6%和8%是半年的 因为我们这个例子当中 假设你是半年交给一次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利率是年化利率 你还除以二啊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 在考试的时候 给你那个利率都是年化的利率啊 所以的话 你要具体根据 结算日期所间隔的这样一个啊 这个这个天数 它到底是等于多少年啊 那么如果说我是每个季度一次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记啊 你还得要干嘛 乘以一个十分之一啊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这样一个计算啊 现金流的这样公式 那么这个是从哪个人的角度啊 来计算这个现金流呢 啊 那么它是用这个固定利率减幅度利率 那么它应该是从收到固定利率这一方来计算现金流 因为它收到fix rate 那么因为支付什么呀 floating rate 所以它产生了实际现金流 就是我们的swab fix rate减去liber 啊 而且是上个阶段就已经观察到了liber rate 啊 好 那么这个公式的话 这个关系的话呢 会更加直观的 那么给我们描述啊 在这样一个简单利率互换当中 这个交易啊 是如何进行的 那么我们这地方假设设计的两方啊 这个party A A这一方 另外一个的话呢 这个party B B这一方 那么假设A这一方的话呢 是一个公司啊 the pay fixed side of the swap 它的支付固定利率这一方啊 因此的话呢 我们假设利率 固定率是9% 那么每个阶段啊 那么它需要向我们B这一方 支付一个9%的固定利率 同样啊 再次强调 那么你计算到底是多少什么呀 这个现金流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 它两个现金流的结算日期所间隔的期限是多长 如果说是半年 那么你必须要把9%除以2啊 如果说是一个季度 还需要除以4啊 好 那么对于B这一方的话呢 它是什么 the party paying floating site 那么它是支付浮动利率这一方 因此的话呢 我们的B啊 需要向A这一方支付一个什么呀 一个浮动利率 那么题目说 是三个月的Liber 所以在这样一个例子当中 就说明啊 两个结算日期间隔的是一个季度 三个月啊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here one party pays fixed the other pays floating You're in Libra or Libra plus a fixed spread 那当然有时候的话呢 我们的浮动利率这边 那么它不单纯的可能就是Liber 也许可能会在Liber的基础上 再加上一个溢价啊 加上一个溢价 比如说加上一个1%啦 再加上了2%啊 所以每个阶段你的浮动利率是多少呢 你得要看一下这个阶段 它的Liber是多少 在这个基础上 再加上相关的这样Premium啊 或者是spread就可以了 好 那么 好 这个地方 there is no need for an exchange of the principle 因为这个是简单的利率互换 涉及了相同的这样一个货币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不需要干嘛 进行本金的这样一个交换啊 不管是在开始还是在结束 the above cash flows are netted and paid at end of each assessment period usually based on the library at the start of the period 这个的话呢 也是我们前面通过那个时间关系图给大家有所证明和解释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阶段的话呢 每一个方A和B啊 取决他们是收到什么 支付什么 那么我们只需要算一个近的现金流就可以了啊 这个是我们这样的机制 同时的话呢 我们支付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浮动利率啊 它是取决于上一个阶段所观察的浮动利率啊 好 那么我们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了啊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简单的固定和浮动利率互换的这样一个 这个现金流是如何计算的啊 这个地方 2 year semi-annual pay library paying one-year interest rate swap for 10 million with a fixed rate of 6% 你看一下这个多简单呀 所以你要是不掌握相关的术语啊 你怎么来计算呢 首先咱们是两年的期限 tenner是两年 然后呢 它是半年支付一次什么呀 这个做一次现金的交割 所以的话呢 它的setment date 所间隔的时间是半年 对吧 就是六个月了 那么liver就是告诉你 它计算啊 这个liver啊 计算这个floating rate 浮动利率的基准 是我们的银行间的同业 同业拆建率啊 那么同时的话呢 它的名义本金是1000万啊 而且这个互换当中的固定利率呢 是锁定在6% 好 那么 semi-anif fixed payments 那么对于我们的固定利率 这样一个现金流的话呢 我在今天就知道了 那1000万的本金 再乘以6%的年利率 再除以2 因为是半年交换一次嘛 所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0.06除以2 再乘以1000万 那么算出来等于30万 啊 在今天 我在未来的两年啊 总有四个半年啊 那么四次的这个现金流的交换 我的固定的这样一个利率 这一方啊 是已经锁定了30万 好 关键在于什么呢 我的这个浮动利率啊 我在今天只知道 未来第一个半年的浮动利率是多少 我只能观察到这个啊 那么根据题目 Library T0 就是今天所观察到的 未来半年的这个 Float rate等于5% 实际啊 这个工作当中的吧 我们是不知道 半年之后半年的利率 一年之后半年的利率 一年半之后的半年利率是多少的 但这道题目呢 很简单啊 我们也希望考试的时候 能够出现这样的题目 直接就把未来每一个啊 这个半年的这样一个浮动利率告诉你啊 比如说这个T1的话呢 其实就代表着 未来半年到一年之间的 这样一个半年的Library 是吧 等于5.8% 这T2的话呢 那么就应该是代表着 未来一年到一年半之间 这个半年的Library 那么T3就代表着 未来一年半到两年之间的 这个半年的Library 分别是这么多以后 那么那么我当然 我就可以算出啊 这个浮动的这样一个现金流了 那你只需要干嘛呢 拿本金再乘以这个每一个阶段的浮动利率 再除以2啊 因为它是年化的嘛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算出每一次结算日期 进的现金流是多少啊 那么这个要取决于我们的这个什么呀 这个交易方 它到底是支付固定利率呢 还是支付浮动利率啊 好 那么这个比如说 像咱们低比支付啊 对于我们的固定利率支付者来看啊 因为它是固定利率的这样一个支付者 那Fix rate payer啊 那么它的话呢 是这个多少呢 等于我们的0.06啊 那么0.06的话呢 是咱们的这个固定利率啊 那么减去什么呢 0.05啊 0.05的话呢 是咱们第一个阶段的浮动利率啊 那么算出来的 你还要乘以180除以306 因为间隔的时间是半年嘛 乘以二分之一 相当于再乘以1000万的本金 算出来等于5万 要记住啊 因为它是支付固定利率这一方 所以它从它这角度来看 因为固定利率超过了浮动利率5% 所以呢 它的现金流其实是负的啊 它在第一个阶段 会这个近的支付多少啊 这个5万块钱 给我们这个收到浮动利率那方啊 这个是我们这样一个 所以一个更加啊 这个方便的一个一个方法呢 应该是 你可以从它收到这个角度 用它收到的 减确它支付的啊 所以的话呢 应该是0.05减0.06 这样的话呢 符号就直接是负的啊 这样更容易直观判断了 好 那么第二笔支付的话呢 同样也不难啊 那么我们的利率是固定的啊 那么它的这样一个现金流的话呢 就是0.06是固定的 那么在减去第二个阶段的 来不百分之5.8啊 同样乘以二分之一的乘以千万 等于多少呢 等于一万 在地方算出来的话呢 同样是正的 因为固定利率是大于我们的浮动利率啊 啊 所以的话呢 对于固定利率支付方 那么它实际的现金流是负的一万啊 第三次的话呢 那么就是我们的6%的固定利率 减去6.2%的浮动利率 哎 这个地方浮动利率终于增加超过了6%的固定利率 因此的话呢 我们算出来这个结果是负的一万 那么其实对于这个支付固定利率 收到浮动利率这一方 它会有一个近的一万块钱的 cash flow in flow现金流 那么第四比这个现金的交换呢 就等于我们的6%的固定利率 减去6.6%的浮动利率啊 但算出来这个结果 同样是负的等于三万啊 那么我们支付固定利率 收到浮动利率这方 会收到近的挣了三万块钱的现金流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在一个简单的利率互换当中 两年每隔半年交换一次 四次总的产生了近的现金流 我们并没有设计到本金的交换 那么如果说我真的要让你算一个什么 对于固定利率这一方 它的在今天这个互换的价值是多少 那么其实你只需要把未来这四个 这个阶段 它这个现金流贴现到今天不就好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互换的估值 那么但在这条题当中 我们只简单的计算每个阶段的现金流 你再估值的话呢 就再做一个贴线 再往后走一步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看我们这地方到pricing 互换的定价 pricing swaps require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wap fix rate 那么记住啊 在我们的互换 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互换的价值 对于双方必须是等于0 如果说这个互换啊 对一方是正的 对另外一方是负的 那么对于负的 价值是负的那一方 他肯定不愿意和你签署 这样有互换的协议 那凭啥呀 对吧 那么这个是亏钱的呀 所以的话呢 在互换开始的时候 我们互换的价值 对交易双方必须等于 我们可以根据这样一个什么呀 原则 那么来确定我们这个利率 到底固定的利率是多少 但在考试的时候 一般我们直接就会把固定利率给你了 是不会出现说 让你自己去评估这个固定利率是多少的 那么好 那么这个PV就代表着 PV Fixed Payments 就代表着我们固定 支付固定利率这一方的 这样一个这个什么限制 然后呢 Floating Payments 那么代表的是支付浮动利率这一方 它的这个限制 再开始这两个必须相同 所以相减为零 Swap Value Difference in the value of the fixed payments and floating payments Zero at initiation 初始的时候为零 但是后面随着我的浮动利率的变化 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来评估这个固定利率 是取决我对这个互换期限之内 未来利率的一个预期和评估的 那么当我实际的在一个 未来的利率 很可能和我今天的预期是不一致的 因此的话呢 我在这个互换开始之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么我们这个互换的价值 对任何一方都可能是正的 也可能是负的 那取决我们每个阶段的浮动利率 所以Journey Long Zero After Initiation 通常在开始之后 不会是零